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毕业都会找到一份工作的 嘉明你好 可以简单的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哈喽大家好 我叫王嘉明 我毕业于英国的西菲尔德大学 然后学的专业是机器人 然后现在在Boss直聘负责直播招聘这个产品功能的产品经理 那你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出国留学的 其实在高考的时候其实没有考得很好 当时家人给我的意见就是说可以出国 然后读研究生可能回来无论是从自己的提升 还是找工作方面都有一些帮助 所以就决定出国 那你觉得你在留学的那段期间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鄙视链呀 鄙视链还是一定存在的吧 我觉得那么网上不都流传的嘛 其实美国的留学是鄙视链的顶端 其次可能就是英国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些留学的国家 我觉得这件事它可能存在就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我觉得这个还看个人嘛 那其实有逆键桥出来的那可能也有好的也有坏的 那不一定说可能稍微差一点学校出来 那肯定也是有好有坏的 当时我留学的时候身边同学也有不少本科是比较清华的 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觉得还看个人是比较重要的 你觉得你之前学的那个专业对你现在的就业 或者说未来的就业方向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帮助 帮助其实还挺大的 因为当时学的这个专业主要的一些课程是在于算法这一块 然后现在包括做产品这一块 然后包括跟很多算法组的一些对接 然后包括自己也参与一些策略的制定 这块都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 那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就是在线飞的时候快毕业 就是怎么发现了小赵自己这个赢在了这个起跑线身 其实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春照的一过程中都需要 不是说流完学回来按部就班的 其实很多可能好的时机你就错过了 其实还是需要去提前准备去网上了解一些 相对应的一些大公司的小赵的一些信息 那你觉得就是说自己读书的时候有做什么样的项目 或者是说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帮助到你参加小赵的这个事情 可能自己一开始就是目标还比较明确 其实产品经理这块可能大家大厂还是比较倾向于会招一些 可能稍微懂一点技术的产品经理 那么当时自己也有一些算法上的一些经历 然后包括自己也在之前在公司实习过 其实这两段经历结合起来对于自己来说 在简历上无论还是面试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经历 能够去讲给美食官或者这样 那你可以仔细的再说一下你觉得在你自己这么多的求职过程当中 然后作为一个留学生你觉得在求职过程当中的优势有哪些 其实从当时参与校招来说 我感觉留学生这个身份怎么说呢 就有一定的帮助吧 但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发现无论是参加腾讯还是网易这些大厂的校招去 周边同学的学历都很优秀 可能更多的我觉得学历提供的是一个门槛 能够进入面试轮或者能够进入彼时的一个门槛 那更多的还是看你自己的一些项目的经历 包括一些实习的经历能够帮助你在面试的过程中 去可能成为一个脱颖而出的一个砝码 那你回想一下你在谢飞那段经历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好玩的事情 无论是找工作呀 还是自己做项目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说难忘的一些经历 好玩的难忘的经历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动手的课程吧 因为像学人工智能的可能相比于国内 可能稍微理论课会多一点 但在国外自己会可能有直升飞机的摸击器 人手一个那种上摸击课 然后还有一些小车自己写算法 然后去通过一些避障的算法 然后去就看自己坐的小车 在那个场地内也能够自动避障 这些实践的课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通过这些课程其实也更加深稳 对一些支持的一些理解以及记忆吧 那你回国求职的这段期间 心态上有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吗 当时9月10号回了国 然后其实身边的朋友可能在国内的 一是没有去读研究生本科就毕业的一些同学 他们已经工作一到两年了 属于比较有工作经验的职场老人了 但我其实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这一方面其实有点心理压力 第二是因为校招流程嘛 大家也会知道其实普遍的校招流程 其实进程还是比较慢的 就是手上也没有offer 然后各个公司的进程都是在过程中的 也没有一个结果 其实这部分心理上还是挺健康的 没得挺着急的 每天好几个大厂的网站 反复看自己的进展到底到哪了 那你就是在这期间你觉得就是说 就是因为空中期比较久嘛 那你这段时间是利用了这段时间干嘛 是找工作要充实自己啊还是 对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一直都在找工作 看各个大厂的一些照片的时间 然后可能有的没有消息了 然后就转向其他的大厂 去参加各种看大厂的一些照片会啊 那行那到最后你觉得 你现在给正在求职 或者是说快毕业的一些学弟学妹们 有什么样的这个找工作的好的建议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是心态问题吧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毕业都会找到一份工作的 但只是说这份工作是 符不符合你心中所想的一份工作 我觉得是比较取决于你能否提前去为他做好一个准备 你可能得提前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规划一个路径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不用去 一是我觉得不用太在意自己专业的一个限制 而且也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好 不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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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